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很少在综艺里唱歌,穿2272西装搭配女王群鬼鬼祟祟,29岁真的很美 今年夏天以来,对杨子的需求真的很大,她的人气也比以前高了很多 她差点把关小彤的国民女孩称号当成了自己的 今年夏天对杨子印象最深的不是新人 她的作品和节目,但她独特的时尚风格,气质和长相都没有改变 但单身后,她的衣服越来越时髦,各种风格都能轻松驾驭 9月5日,杨子参与的综艺节目《中餐厅3》更新了新一期美照 由于衣着的变化,就连气质也变得不一样了,一脸迷人 笑起来可以看出,随着团队的默契配合,杨子的心情也越来越好 比起专注在脸上,显得更加的漂亮,真的是美到有气质 在中餐厅看过的朋友还记得,杨子美极都会选择穿T恤 这一次,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照片中的造型很少被她很少驾驭的样子所取代 西装,卡其色的宽松西装和红卡印花裙顿时变得更有女人味了 心外观看起来真的很好 虽然没有完美的身材曲线,但从顶上看确实像段子 还是很不错的,高颜值,上镜,简直美到不行 堪称中餐厅有史以来最抢眼的礼服 此前,杨子在节目中扮演过厨房助理的角色 这次她把角色换成了西装 她甚至拿着麦克风唱歌 我看到了杨子专注的样子,但从来没有过专注唱歌的样子 美得让人无话可说心高度 这一次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 点 脱下西装回到厨房 杨子依旧是厨房里的小帮手 衣服也变得精致紧凑了许多 没有利落西装的加持 杨子只穿了一件T恤 在她的躯干上看起来更加年轻和少女 身体的比例也更清晰了 再看她的脸 这种森系法式造型特别简灵 扎着马尾和大圆耳定 高级又时尚 整个人也变得更有气场了 很漂亮 真的是一套可以在歌手和厨师之间来回交替的衣服 在这次服装选择上 杨子依旧延续了前几版的简约服装风格 但形式上却多了上千套高级细缺的套装 裙装和包包也选择了相对评价的款式 只是这些看似简单的衣服 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歌手杨子和小帮手 拉近距离看 杨子这招牌的空气刘海依旧没变 只不过这肤白红唇的美妆和酒窝是越来越迷人了 气色十足 红光满面 越来越有大明星的气场了 尤其是这肤质 紧凑细腻 满脸的胶原蛋白真的是好的没话讲 让人尤为羡慕 西装对于男星来说最为熟悉 但对女星来说似乎不那么常见了 不过在杨子这里 这位90后的小花还是挺与众不同的 西装也是她的常见时尚元素之一 一身朴素色的西装套装 踩着白色高跟鞋 敞开着的衣摆 近显撩人的事业线 一副清熟职场的打扮 整个人成熟布了不少 配上这短发非常的清爽 整个人都变了 除了朴素色的西装以外 杨子还有一身黑的西装打扮 踩着红色的高跟鞋 美得很独特 乍一眼看过去有种霸道女总裁的气场 女人味十足 金色的别针装饰也是让上半身 增添了不一样的视觉感 时髦又高级 很吸睛 167厘米的身材和比例也是如此的迷人 标志性的短发 还有这金色的耳环项链 真的是很别致 不过最让人眼前一亮的还是这身粉色的西装打扮 肤白红唇的脸上洋溢着迷人的笑容 加上这淡淡的粉色衣品瞬间感受了不一样的时髦感 既有成熟女性的霸气 也有简灵少女的甜美 精致又个性 让人完全羡慕不来 完全把干练的西装穿出了潮流的感觉 非常别致 美起来的杨子也是那种挡不住系列的 同框自己的蜡像 一身印花长裙展现出来高级的时尚感 细细的白色腰带 让这件原本毫无曲线可言的衣品更加的惊艳 配上这颜值和发型 谈不上强烈的视觉感 但也是一种美的享受 高级美艳 好看极了 02 北京冬奥开始了 作为冬奥文化推广大使的王一博 去了哪里 众所周知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在2月4日正式开启 然而冬奥会文化推广大使的王一博 却没了身影 除此之外 王一博不仅是冬奥文化推广大使 还是中国兵 血运动推广大使 好多人都在问 正常推广大使应该是现身于冬奥才可以 但是王一博却远赴甘肃顶星空军基地 忙着开飞机前的特训呢 但是 王一博作为冬奥文化推广大使 却通过社交平台 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发挥冬奥的文化推广大使的作用 首先呢 王一博携手所代言的各大品牌 从冬奥合作伙伴中国联通 安踏 一气奥迪等品牌 录制各种的宣传片 共同为冬奥会及运动健儿们加油助威 再次 王一博最近这段时间 参与了冬奥兵 雪推广的项目中 都积极献身 为冬奥助力 歌曲《冬孟之约》 参与到冬奥兵 雪运动活动中等 我们都看到了王一博的身影 作为顶流级的年轻艺人 王一博的一举一动 都会引来无数人的关注 从小朋友到中老年人 对于他的喜爱程度 更是与日俱增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王一博能够出现在冬奥会上 想必这个事无法实现的 都说王一博去哪里了 忙着特训呢 虽然身居特殊的身份 但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 来宣传冬奥文化 让更多的人了解 并且参与到冰 雪运动中 这才是重要的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我们也在第一时间看到了王一博 积极投身于宣传中 这个特别的日子 是印记在中国历史中的一刻 我们更应该把目光锁定在北京冬奥会上 在追星的同时 更应该关注到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中 让流量流向充满正能量的地方 这是王一博作为顶流 最具有价值性的地方 祝福北京 祝福运动静儿们 同样我们随同王一博 一起为冬奥助力 最后呢 还是想说 王一博现在重点明显已经放在演艺工作中 自然会减少曝光率的 虽说很多人都想看到他的消息 但是呢 他不能在原地踏步了 他现在更多的重点应该是 有好的作品 才能真正让更多的人 可以持续性看到他 再加上王一博本来就是一个有实力的人 他不会为自己辩解太多 只会用行动来证明自己 如果喜欢王一博 就耐心等待他的好作品上映吧 今年对于王一博而言 是否能够让大众满意 就等待待播剧的上映了维和防暴队伍 明兵与火 好了 最后感谢这些天王一博的粉丝 小妖写王一博 并非带着粉集 更多的是通过他来传递一份个人价值观而已 感谢各位的赞赏 新的一年 感恩一路支持 未来也许不再陪伴 但是爱一直都在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